今次的數目,我們可以選擇兩個完全不同的方法 第一個當然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把這個x等於a加1全部都放進去 其實不是叫最簡單的,只不過是不用怎麼講解 但是中間的過程呢,就相對地是比較複雜的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我們就可以選擇第二個 也就是逆向思維 我指的逆向思維是什麼意思呢? 既然x等於a加1,出到這個expression 我們都是想它用a來表達的 既然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逆向思維了 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這個關係,我們倒過來寫就會有 x-1等於a 既然這樣的話,即是我們逢見到x-1這個東西 也就是等於a 我們接下來的任務,只需要將這一條expression 盡可能寫成x-1的項 盡可能將它用x-1來表達,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呢,今次這條問題呢 的做法,我會嘗試用另一個poll 我們一開始有x-1等於a 然後看看這一條式可以怎樣化 最簡單可以抽個2分1出來 那裡面的term就是x-3次方 減2x-2次方 減2x,然後再加4 那就是一個這樣的關係 接下來呢,就可以看看怎樣表達成x-1 既然要表達成x-1的話 我們不妨就用x-1來除一除 平時這樣長除的,我想大家都應該懂得怎樣長除 但是可能呢 有一部分的觀眾會忘記了怎樣短除 所以今次呢 我又嘗試一下 在這裡示範一下怎樣短除 那短除法呢 就可以幫我們節省一些時間 不需要經常寫一些3次項 x-2次項之類的 那我們就是拿它的係數 分別是1,負2,負2,和正4 然後呢,我們會抽出一個x-1的括弧出來 那即是出到來的答案呢 這個東西呢 就會有一個x-1 有一個這樣的項 然後裡面再有一點什麼呢 那我們就要看回這個短除法 那既然x-1會是其中一個factor的話呢 那我們就要把這個 既然是要除x-1的話 那也就是x等於1 那如果x-1等於0的話 那x等於1的話 也就是將在這裡填個1下去了 那然後呢 我們可以怎樣短除呢 那首先 我們就把這個1呢 就直接拖下來 沒有什麼搞的而已 這個1直接拖下來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1 乘以這個1 然後就把答案放在這裡 那由於 在這個短除法裡面呢 正乎號都比較緊要 那所以就盡可能將一些 就算是正數也寫上一個正號在這裡了 那1乘以1就是正1 然後呢 我們就要 雙加的 那加起來之後呢 我們就會有 -2加1 那剩下負1 那負1 那負1 再乘以這個1呢 就是 也是負1 那然後 我們又雙加了 加完之後 這個呢 就變成負3 那 然後 我們又再乘一個了 那負3乘以1 那這個就是負3 那最後呢 加在一起呢 正4 減3呢 就剩下這個正1了 那呢 然後我們怎樣看呢 那最後這個term 就不要的 都不是叫不要的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 除完出來 出到來的余數了 那 那 也就是 如果 interpret 用回 x 去interpret 那我們 這個分解 就會有一個這樣的form 前面的2分1沒有動到 我搞的是 上面這個東西 變成下面這個大固 那裡面就是x-1 那 乘以什麼呢 就乘以中間這一塊 那 那 也就是 這個是 x的平方 由於這個是上數項 這個就是x項 這個就是x的平方的下語數了 這個就是x的平方 減1個x 然後減3這個上數來的 那 最最後呢 這一塊呢 就是 我們的余數了 那 這個余數只是一個數 那 1 就是這樣了 那 然後呢 那 我們已經有一個x-1 那之後還可以怎樣做呢 那 之後還可以繼續 那 因為這個 有x的二次方 那 我們會盡量挖到它 會有x-1出現的 那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寫成這樣 x-1 那 那 這一塊我們就再玩玩它了 把它扯出來 扯出來 扯個x出來 裡面呢 就會有x-1 那 然後 減3 那 你看到呢 我已經減粗把這個-1 再拔出來 拔出來之後 要成這個1個2分1個 那 所以呢 這裡加回2分1 那 那 然後呢 咦 這個樣子開始有點像了 那 那 為什麼呢 那我們看到 這裡呢 我們已經有這三大個terms在這裡 那 我們照理呢 就可以拍攝寫成 2分1 那 x-1 的三次方 那 但是先留著 這個是x 不是x-1 那 那如果我 那麼粗魯了x-1的話 那 那這裡是不是還要再加一個1呢 那 是沒有錯的 那加完這個1之後呢 那 就是額外加回這個1呢 那我們就會有多一個 我們要加回2分1乘以 由於這個加1乘這個x-1 和這個x-1 那所以我們會有這個x-1的二次方呢 那 然後 再減回3乘以外面的這個 也就是3 over 2 過x-1 的一次方 那 然後再加上額外的這個2分1的 那 我們已經有一條這樣的表達式了 那 最後最後最後的步驟呢 就是 將它用A來表達而已 那 結果就很顯然易見啦 我們這次這條式就會有2分1個A的3次方 再加2分1個A的2次方 那 再減3 over 2個A 那 然後再加0.5的 那 就是這樣了 那 接著這條數呢 就給了一個已知條件啦 那 第二個已知條件的分數呢 那 就 若目好像是這個東西的2次方 但是又不完全是喔 那 遇到這一類數的話呢 那我們 可以怎樣做呢 那我們 一起看看啦 那 首先當然 要處理一下我們有的已知條件啦 那 這個已知條件呢 如果我們無聊 把它 flip一flip的話 也就是 剔它的倒數 那 我就拿這個 負1這樣 這樣寫可能會更清楚一點 那剔它的倒數之後會變成怎樣呢 那 也就是 x的平方 加x 加1 over x 這個東西啦 那這個呢 這個 這個方便會變的了 那 就除了這個東西之後呢 我們就會有一個x 加1 再加1 over x 那 也就是等於右手邊有踢的倒數 那這個東西呢 就等於4的 那 然後我們可以抽屍摩檢喔 那 那 這個上數行呢 就踢走過來啦 那我們就會有 x 加1 over x 就等於3了 咦 摘下來呢 就有趣了 我們如果有這一東西的人呢 那下一步呢 我們就可以 拿這一東西的 二次方 然後呢 這個東西的二次方呢 也就是x的平方 再加上2 那 你將會猜到這個x呢 和1overx呢 這樣就會 可以cancel的 那 然後再加上1overx的二次方 那這東西呢 就等於3的二次方啦 也就是9啦 那 就說過了 這東西可以cancel 那 也就是這個二呢 又可以 踢過旁邊喔 那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會有 x的平方 加1overx的平方 那這一東西呢 就等於7啦 那 那為什麼我們這麼辛苦 又要搞一塊這樣的東西呢 那 那我們一起看看 這個東西 可以變成怎樣 那 這個東西 可以 變成 x的平方 如果我們 今次又 從這個倒數的方法 拿過來啦 那 那 我們會有 genemic 我們會有 x的四次方 加x的二次方 再加1 over x的二次方 那這東西會變成怎樣 就會變成 x的二次方 加上1 再加1 overx的二次方 那我們 剛好 新鮮滾熱了 我們就已經有x的二次方 加1overx的二次方 那也就是這一塊 和這一塊 隔在一起 那就會等於7啦 那這個東西呢 這樣寫啦 等於7 那把這個1呢 再寫過來 加1 那這個東西呢 等於8的 那既然一個這樣的倒數 等於8的話 那所以我們出到來的這一塊東西呢 也就是x的平方 overx的四次方 加x的平方 再加1 這一塊東西 整塊東西呢 就會等於8分1 那就是這樣啦 那個放射 我們有很多的東西